姚明该出手了 中国篮坛沸腾了 中国篮球的耻辱之夜 李南滚出中国篮球 太明显了 从小到大看球这么多年 没有见过这样的一晚 其实不就是我 你和他都看出来了 难道篮协主席 CBA公司高层领导 没有看出来上海南篮和江苏南篮 在打假球吗 之前篮协主席姚明公开表示的 维护中国篮球精神 给球迷带来精彩的比赛 这个假球算精彩吗 就在4月14日晚上 上海南篮在自己的主场迎来了 江苏南篮的挑战 本场比赛最开始打得很好 也很精彩 两支队伍全力以赴 上一场比赛 上海南篮故意输球 拿到了不少的主场门票的钱 但是昨晚的比赛 江苏南篮的表现格外的出色 但是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就出现了恶心的环节 最后1分43秒的时候 江苏南篮还在领先4分 江苏南篮开始打假球 小外援表现很好 不要让他打球 而且最恶心的是 江苏南篮出现5次失误 出现离谱低级和业余的失误 把球权直接送给了上海南篮 打出了10比0 最终6分之差 输给了上海南篮 赛后球迷不满比赛解说员都看出来了 江苏南篮的总经理 在场外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不就是对于中国篮球的侮辱吗 这不是挑战中国篮鞋的权威吗 高明应该该出手了吧 上一场比赛 球迷已经不满意了 这场比赛更看出来了 上海南篮和江苏南篮一直在打假球